字幕志愿者 李克洋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李克洋 我先祝福呢 我们全台湾的百姓呢 还有所有的一切在海外回国的朋友们呢 居住在台湾这块土地的朋友们呢 今天呢 能够平安又健康 好 今天早上七点五十几分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海洋老师呢 神准的预言惊悚 海洋发生巨震的瑞士规模 七点二级入世界末日的电影班 现在呢 有很多桥梁已经错动 然后呢 也有土石流 甚至呢 房屋呢 整个倾倒 那现在呢 死伤开始 死伤人数呢 开始呢 往上窜升了 我们真的看起来非常惊悚 一大早呢 我相信很多人还在睡梦中被摇醒 其实当时七点多呢 我正要准备起床 只是呢 还没有全部要打算下床 结果在床上 哇 摇到我天昏地暗 来 我们看一下 到底台湾能不能就此平安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海洋老师的全球国际呢 政经局势 然后呢 经济议题 十四分析 关键及时 天灾人祸 命理大预言 希望呢 你们多关注 然后按赞分享 按赞分享 加订阅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了解呢 十四的一个重点 有些呢 像是电视台 或者其他媒体没有报的人 韩老师这边呢 都会不厌其烦的来告诉大家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好 老师呢 在四月一号呢 预言不幸兑现 2020年农业三月 国立四月九号到五月七号 这几个地方恐发生 七点二级到七点八级大地震 就在前两天我录的节目 昨天晚上播出 今天早上一大早发生大地震 今天是四月三号 这个节目是我昨天播出 前天就开始预言了 好 2024年农业三月呢 是这几个地方恐发生七点二级 那为什么会提早呢 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 我有告诉大家 水逆的开始 天象开始异象的变化 然后呢 加上呢 四月一号的日全时 那太阳黑池呢 最近呢 非常的大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这个很容易呢 引爆呢 这个呢 地底下 海底下的一些 这个蠢蠢欲动的地震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是来三月四月九号到五月七号 这几个地方恐发生 七点二级到七点八级大地震 好 你们可以上YouTube先去看一下 好不好 我想很多人到现在为止 他还在余政当中 所以呢 一下子头又昏起来了 大家还是要小心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再度应验 这个国家恐再度发生惊悚事件 这是我前几天做的节目 这个国家恐再度发生惊悚事件 那我讲的就是呢 日本 台湾这几个国家 菲律宾呢 印尼 包括中国大陆这几个国家 要特别小心 好 我想呢 这个是呢 2024年4月2号做的 看到没有 那我这些呢 节目呢 基本上呢 我都是事先播出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相信呢 你们如果准时看我的节目 或者呢 你是有长期追踪我的节目 甚至呢 你是呢 是我的铁粉的话 我相信你都非常清楚 我每次预言大地震的事件 都非常精准 另外一次呢 就是今年1月1号 能扔半岛 7.6级大地震 比我们还大也 那么呢 那个7.6级大地震 我当时呢 在去年的时候呢 我就做了一篇呢 下一次的大地震 恐怕会在这里发生 我就写了新系附近 我当时呢 预言呢 那篇预言里面呢 很多很多的 很重要的资料 你们也可以进去看一下 日本最近的地震 也非常之多 而且非常之大 今年2024年的1月1号呢 日本就发生了 新系附近的大地震 能扔半岛的大地震 而且引发海啸 所以呢 我还是要请 住在日本 台湾的朋友 以及菲律宾 印尼的朋友 中国大陆的朋友 都要非常谨慎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经过921大地震 到现在已经25年了 25年 今年迈入第25年 所以想想看 在这20几年 当然我们有发生过 6.8级的大地震 在花莲前两年 那个时候呢 四栋楼倒塌了 2017年 2017年刚好 我那一年做节目 我的预言 在年底的大预言里面 我有提到 跨年那几天 要特别小心 果不其然 就发生了六点 那时候是六点几级而已 在前两年呢 是发生6.8级的大地震 本来6.5 以为都是主震 结果到6.8 再隔一天 他居然发生 6.8的真的主震 那一次呢 也是呢 有房屋倒塌 整个店面呢 都被埋在下面 今天呢 这个情况 也是如此 我相信呢 很多违旧的老屋呢 我一直在提示大家 请你们要顾财产 生命安全 不是一直住在里面 到时候呢 整栋楼倒了 你看到没有 你还有生命安全吗 你的财产也挂了 你生命也要挂吗 所以我还是在呼吁大家 围楼赶快呢 大家一起都更 那这个都更 对我们百姓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前几年呢 政府为了鼓励都更呢 都还有一些补助 现在呢 我不知道现在 政府是不是还有补助 但是呢 如果你一直都不愿意 去搬离那个地方 我相信呢 你的生命跟财产安全 受到更大的威胁 来接下来我们看 全台狂摇 地震摇全台 花莲敬海今天上午呢 7.58分呢 发生规模7.2强震 震源深度仅有15.5公里 目前渔震持续频传 中央气象局也发布海啸警报 以苏林沿海的民众 随后还是会有 小于一公尺的波浪出现 就是在这边沿海 宜蘭也是一样 基隆也要小心 等一下我们来看 那很可怕的事情 你知道吗 现在 整个国际上 发生大地震的国家 真的非常可怕 越来越多了 我们继续看 好 四季大震 这次发生的规模 7.2地震呢 是921地震后 相隔25年来 再度出现 规模气上的地震 地震中心主任呢 吴建復说明 能量累积不会因为一次地震 就释放掉 还会有 他的意思是说 还是要我们提高警戒 好 你的办公室的柜子吗 家里的柜子吗 会摔破的东西呢 尽量呢 放在稳定的 比较呢 桌角很稳的 那个桌子上面 或柜子里面 如果是玻璃柜的话呢 要很小心 尽量呢 就是呢 很多东西呢 不要摆太高了 我相信呢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一大地震呢 什么 瓶瓶罐罐都摔下来 很可怕 超伤里面更是惨不忍睹啊 好 那么地震中心主任 吴建復说明呢 能量累积不会只是一次地震 就释放 因此三天内还会出现 瑞士6.5到7以内的余震 哇 很大也可怕 影响相对很大 提醒民众注意地震警报 做好地震避难措施 其实昨天半夜三点多 我还没有睡觉 我在写资料 就是要做节目的资料 我告诉各位 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就看到嘉义呢 地震4.1级 我当时心里就 就惊吓 想说 哇 嘉义发生地震 不知道4.几级 大概是 就是瑞士规模4以上的 应该蛮不小的 那所以呢 嘉义4呢 居然 有感度到了4 所以我就觉得呢 可能这两天 就会发生大地震 没想到呢 今天早上 一大早就发生地震 所以呢 我要请各位 我要告诉各位 你们呢 一定要非常小心的 真的要非常小心 中南部的朋友 也要特别谨慎 不是只在发动地区 整栋大楼 你看倒成这个样子 来我们继续看 好花莲呢 在4月3号 早上7点58分 发生强震 花莲县秀林乡 德卡伦步道民众 一行7人 其中3人死亡 4人撤至游客中心 而花莲是天王兴大楼倾斜 这栋 天王兴大楼 他只有37年的屋灵而已 不是四十几年 不是五十几年 而且那栋大楼还蛮大洞的看到没有 我觉得呢 跟土地的松软是有关系的 或者在建商盖房子的时候呢 他的防震度呢 应该还稍显不足 到中午12点30分 你救出二十二人 他里面有七十几户 不知道七六户 还七十九户 我记得是七十九户 上有一人失联 现在还有一个人失联当中 好 整个呢 楼面呢 几乎都看不见了 一楼都看不见了 好 记得九二一大地争吗 台北市 台北市 然后夜市 对面那栋大楼啊 吓死人了 好不好 一楼二楼 全不见了 三楼变一楼啊 里面的人全挂了 然后 只剩下两个男孩子 活下来 来我们继续看 这是今天的地震 接下来 来花莲北宾街 民宅他县 一楼早午餐店 产变V1 看到没有 一楼不见了 早餐店在这边 那二楼被一楼 你看到没有 然后呢 后来从这个 红色的瓦砾当中呢 红色的屋檐的瓦砾当中 爬出两个人 我看到爬出两个人 一男一女 这个幸福时刻这边 早午 早午餐这边 从这个地方 爬出来 然后现在在救援 小孩 我看到他救援出两个小孩 好来 这样跟他坍塌呢 你看机车停程一排 来接下来我们看 好 苏尔港拍档呢 海水快速倒退 目击者超毛的 我告诉各位 你们呢 要特别注意 看到那个在海边 或者你们住在海边的朋友们 海水急速倒退 它就是要发生海啸的前兆 海水很快很快的倒退 然后一下子看不到了 那马上就席卷过来 因为他整个退下去以后 整个呢 翻回来的时候呢 就是海啸了 好 因为我 看做了很多这种节目 所以我真的是还蛮有 蛮 看到这些景象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去海边玩的朋友们呢 早上一大早去成泳的朋友 要小心了 如果一旦发生地震 你看到海水倒退 人家赶快上岸 有些人是来不及的 因为到几秒钟而已 几秒钟 他没有算分钟的 搞不好30秒以内 20秒以内 所以呢 如果你们刚好恰巧在海边 要小心 好 4月3日早上7月8分 东台湾发生规模7点2强震 陆陆续续移震不断 说港海水快速倒退 让目击者只喊发毛 气象署稍早发布海啸警报 内容是几 该地震引发海啸 已陆续抵达台湾沿岸 提醒沿海地区民众 提高警觉 严加防范 注意海浪突然涌生 所造成的危害 我要告诉各位 能当半岛或者311大地震 尤其是311大地震 那个其实很多人是死于海啸 并不是死于大地震的灾难当中 所以呢 我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在海边居住的朋友们 要特别谨慎 好 来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好 你看到没有 现在呢 是在基隆的外海 早上一大早8点钟 还不到的时间呢 这个时候呢 你看到没有 船只呢 忽然间呢 往外推移了 那个海水本来是平的 它往外在推移 而且快速的推移 看到了 这个就是呢 海水在倒退的景象 好 台北呢 中正桥碰地震剧烈摇放呢 机车骑士下到停车 吓死了 还敢骑过去吗 万一桥断了怎么办呢 现在呢 新北呢 有一个快速道路呢 现在已经出现 这个落 就是 因为地震摇放的太厉害 结果脱钩了 大概50公尺 现在所有人都下来呢 用走路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上午7点58分 发生规模7点2强阵 各地陆续传出灾情 由于发生时间 属于上班族的通勤时间 摇望程度之大 让许多机车 骑士直接停在路上 不敢动啦 吓死了 不过呢 我还是建议朋友 如果万一 你是停在那个 比较老旧的房子旁边 真的不要 一定要有警觉性 像我们公司旁边的 左侧的旧大楼呢 现在拉起封锁线 为什么呢 那个砖墙掉落 我们这栋大楼 现在拉起封锁线 那是之前他们因为要整修一楼的那个阳台 那但是隔壁动了 没有大概不到30公尺到50公尺 就拉起封锁线 所以我要呼吁大家 里面在走旗楼会比较安全一点 不要走在旗楼外面 好那刚好在公车站牌 非常惊悚 如果很多人聚集站 是不是就要被扎到了呢 来我们继续看 来看到了没有 在桥上 你看这个桥这样 你看这个人这样动 你看到没有 这个灯框成这个样子 好 看到了没有 像这样的地震一个情况 有些人就不敢再骑了 好 地震过后要注意防灾 好不好 大家要小心防灾 我之前不是一直在教大家 要准备地震包吗 你准备了没有 我的地震包呢 一定是两个月到三个月 我已经会检查孩子 我家里还放安全帽 我是不骑摩托车的 我是放安全帽 在我的床旁边就有安全帽 还有那个棉手套 还有手套 塑胶手套 为什么 万一 还有哨子 我里面一定要备水 哨子 灯 就是我们照明灯 万一停电的话 停水的话 还有我的冰箱里面 都会储存水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 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不要想说过了就没有了 不会了 不要这么天真 现在是地震好发期 而且是百年强震来袭的时刻了 而且气象局 东京都也一样 日本一样 台湾一样 都一直在告诉大家 请大家做好防震准备 来 接下来 会有余震产生 大门要试试看 有没有因结构卡住 不妨暂时打开大门 以便随时可以走出门 注意往事要关 你们如果早上在吃早餐煮早餐 这个时间是瓦斯开最多的时间点 7点多 有些人还没有赶着上班 那么 那你的瓦斯如果关着 就要赶快先去关瓦斯 整个把它关掉 不是关炉灶的 是整个那个瓦斯板手 把它切掉 好 注意瓦斯要关 电梯要注意 你们要先看电梯能不能动 如果一按电梯不动 那请你走楼梯 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走楼梯 你要随时预防它的余震还是很大 要特别谨慎 好 走7楼注意瓷砖掉落 掉落 我刚才有教过大家 安全第一 平安回报 不要慌张 你的背包里面要有充电器 我本来呢 很少在用充电器 因为我就公司上班 然后呢 公司家里 公司家里也没有去太远的地方 所以呢 我就没有常常用那个充电器 昨天呢 忽然间呢 我就想要带充电器 那刚好呢 你看 就充电器 而且这里面呢 有两条线 它是不同的线 就是说 你如果是充电器 你不同的手机 你都可以用 看到没有 你要把这个电池备好 好不好 充电器的电池备好 有不同的手机可以用 比如说你的手机 不是iPhone的 或者是Samsung的 或者其他的 你就这个 一定要备好 万一这支没电 那一支还可以使用 因为有时候 请救援跟电话 很关键 好 那现在呢 请大家特别注意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充电器很重要 雨衣有没有准备呢 因为呢 在救援的时候呢 或者起火的时候呢 它会洒水 你必须要有雨衣 像我房间一定有雨衣 房间放雨衣 是的 我房间放雨衣 我的住家的房间里面 是有两件雨衣哦 好 那我有安全帽哦 你们有吗 来 我有毯子哦 我随时可以拿到毯子 然后大的毯子 小的毯子都有 还有电池 这个呢 电池 这个照明 照明电器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呢 比如说 你要带笔跟纸 这里面还有哨子 我还有准备哨子 还有准备水 我有很习惯 在我的房间里面 放一瓶水 晚上我是会放一杯水 那平常我会 留一瓶水 在我的房间里面 我很怕 万一像这样的情况 你走不出去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 好 那哪里最安全 你要在墙角边 要固定 固定东西的位置 比较安全 刚好在墙角边 或者浴室里面 因为浴室里面有水 有水可以活命 大家知道 浴室 冰箱旁边也可以活命 所以呢 像是饶河夜市那次呢 东兴大楼倒了以后呢 两个男孩子 就是在他家大冰箱旁边 这样大家知道 那你要准备一些 这个防灾的东西 那当然纸跟笔也很重要 万一房子倾斜的 要有救援 地址比较方便 然后哨子吹 人家知道你在哪里 准备一些干粮 干粮常常换 你不要放一年 那个干粮是 我们登山用的干粮 这样知道吗 饼干 就是一包一包 四方形的厚厚的那种干粮 那种干粮可以 让你呢 万一发生事情的时候呢 可以吃 好 那这样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还有一些呢 点酒 或者是擦的药膏 OK棒 大的宽的 或者小的都要准备 毛巾小毛巾 这些都要准备好 放在你那个袋子里面 那个袋子呢 随时可以 里面什么 一应俱全 好不好 来 接下来 好 今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我跟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农历二月是 巨门化季月 下一个月呢 下一个月呢 是天机化季 我不讲嘛 天机化季很可怕 巨门化季也很可怕 可怕到让我们真的觉得非常惊愁 你知道吗 一月份的时候 农历一月 为什么日本发生大地震呢 一月一号 大家记得嘛 还没有过农历年前 他就农历年十二月 十二月的时候呢 刚好去年是魁年嘛 去年是鬼卯年嘛 那我们二月在鬼卯 在宝的位置 农历二月呢 是巨门化季 宝旭六合 刚好旭 那我们今年五黄煞在这个位置 就西边这个位置 就正西方在这里 就正东方 他会冲东方哦 所以发生在东边的海域 看到没有 西方 住在西方呢 台中呢 以下的那个区域呢 也要特别小心 尤其是在海边的朋友 好 那接着下来呢 这个呢 我要跟大家讲解一下 四月一号到四月四号 水星逆行 我们做了节目 也告诉大家吗 刚好水星逆行 那那一天呢 四月八号是日泉石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日泉石到来呢 它的能量就开始爆发开来 因为日泉石基本上呢 这个太阳黑洞 太阳黑子越来越多 然后呢 日泉石呢 它会影响的 整个潮汐的变化 月泉石也会影响潮汐的变化 那这个一旦影响潮汐的变化呢 它就是跟地理环境有关系了 好 潮水为什么会退下去 那当然是跟地震有关系啊 要不然你看海那么大 然后水那么强 想想看 水能载舟易能负舟 你看军舰 多大都在海上可以行走 海水不够强大吗 多可怕 所以呢 我还是要提示大家 来接下来 然后这个月呢 农易三月 是天激化季月 刚好合到老鼠跟猴 那郑冲的刚好是在狗的位置 当然呢 今年的太岁呢 因为呢 木克土 下个月有三个土被克 而且是松软的土 那这个松软的土呢 是代表什么呢 天激星 天激星我比较担心的是 左右邻居啦 隔壁啦 邻国啦 邻近国家 邻近国家在我们周中很多啊 是不是 日本啊 中国大陆啊 很近啊 日本也很近啊 对 然后呢 下来是菲律宾啊 接下来呢 那边是印尼啊 所以呢 我还是要提示大家 如果你们要到这几个国家 去旅游的时候呢 你们一定要特别小心 好不好 我想呢 很多人家里有养狗 养狗他早上呢 如果在大叫的时候呢 他已经感受到快地震了 因为他们是非常灵敏的 猫跟狗非常灵敏 比人类的更灵敏 所以呢 如果你们家里有养狗 跟咬妈的朋友呢 要特别注意了 好 接下来 好 那我想呢 今天呢 还是要跟大家报平安一下 也让大家呢 能够更平安 我们来一起为台湾呢 这块土地祈福吧 好不好 那我们希望呢 所有的全台湾的朋友们呢 都是平安的 不要有什么大的灾难 好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问老师的话呢 可以加到海洋老师的line at 小A 小老鼠 小A 2736 3000 加到我的Facebook 林海洋开运粉丝团 也可以在上面留言 好 微信的话呢 是海外的朋友可以加到我的微信 sqjeny888 asjenni888 最近呢 我开了命理学院的课程了 去年我有挺一段时间 因为工作过于忙碌 那今年我还是想把课程呢 继续交给大家 一年比一年年纪大了 我也希望能够有一些传承 好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了 帮我按赞 分享 开订阅 按小铃铛 下一页 好 感谢收看 欢迎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你们自己的想法 谢谢你们 拜拜 感谢观看